Painting Stage 油畫教學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本集的Painting Stage 油畫教學頻道 今天要為大家示範的是春天的樹林 快跟著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我們一樣先整個畫布打一層打底白 剛開始的時候呢 天空想要做一點點淡淡的藍色 我們用一寸刷呢 沾一點點藍色 那我們剛開始呢 先不要沾太多 在畫布大概一半的地方呢 我們想要做一個天空的感覺 然後一樣打叉叉 那我希望呢 我們的天空顏色是稍微淡一點 所以我們藍色呢 並沒有沾很多 那淡淡的呢 稍微角落比較深一點 接下來呢 我一樣使用了濕泰青藍 我希望呢 在下面能夠有一些些淡淡補水的感覺 我兩邊往中間拉 那我們記得中間不要連在一起 可以帶一點點光影的效果 接下來呢 我們要為遠方做一個樹叢的感覺 我們用的是裙巾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要做一個遠方的樹叢的感覺 好了之後呢 我們一樣在我們的樹叢下方 搓一點點倒影 先直拉 然後再橫刷 那做好了這個部分呢 我們幫樹叢上面加一點點紫色的亮色 我們使用的是打底白 加了一點點紫色 加好了之後呢 我們一樣呢 再加一些紫色的倒影 那這個部分完成之後呢 我要稍微調一個深一點的綠色 我們使用的是泰青藍 加一點點樹綠 然後我們把塩料拌在一起之後呢 我們用的一樣是一吋刷 要在遠方促叢的向緣呢 我們要先畫一塊草地的感覺出來 好香啊 拍一拍 我們先把這個草地 我們一樣點密 我們現在做的是一層深的顏色 之後我們一樣會再再亮我們的草地 那好了之後呢 一樣我們可以在草地的下緣呢 拉一點點到 然後我們就直接 藉著刷子上面有的顏色 使拉之後呢 然後再做橫刷 草地的上方 我希望能夠再有一點點樹蟲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呢 直接用樹綠色 在這邊呢 再加出一些樹蟲的感覺 加了一點點樹蟲的感覺之後呢 我先帶亮上面的樹蟲 加一點點打底白 那用一點點黃色 加一點點綠色 加一點點綠色 再在樹蟲的上方 加一點點亮色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家的亮色呢 並不要做得太清楚 在這裡還是屬於中極的部分 接著下來我就要直接呢 來畫草地的部分了 我們一樣用一份刷 當打底白 加一點點黃色 記得在點亮色的時候呢 點到下面要稍微保留一點點暗色的部分 那這邊一樣呢 我們要把一層一層的草地點出來 下面呢我們再做另外一層 下面呢我們再做另外一層 那我用的是剛才用的深綠色 我們稍微用筆刀 在下面 帶一點點 那我們在下面呢一樣 用一點點打底白 加白色 我們來切一點點水餡 在呢 炒地的部分我們已經完成了 我們想要在炒地上面呢 加一點點樹幹的感覺 我們用平頭筆呢 兩面沾一點點咖啡色 然後想要在這邊呢 先加一顆樹幹 那用平頭筆的時候呢 各位一樣啊 剛開始的時候不要太大力 要再慢慢的往下 然後我們加一些小的樹枝 然後呢再加另外一顆 那在最右側 我們希望是有幾棵樹啊 比較靠在一起的感覺 一樣呢 讓你們都可以為他們畫一點點樹枝的感覺 那在畫樹的時候啊 大家記得一定要控制你用筆的力道 剛開始的時候不要太大力 不然你的樹枝就不會怕 我們現在呢 要為樹幹加一點點亮色 在左側的上方 我們一樣呢 用一點點打底白加白色 用筆道 借一段顏亮呢 輕輕的加一點點亮色上去 那我們加亮色的時候 不需要加太多 加一點點就可以了 那我們在加亮色的時候呢 大家注意一下 我們可以大概加三分之一 到二分之一 一點點就好了 不要把整個樹幹的 顏色都蓋住 那我們不一定要每一個樹幹呢 都從頭到尾都加 有地方呢 可以畫一點點就好了 那樹幹的亮色 加完了之後呢 我們要幫我們的樹幹 加一點點葉子 加葉子的時候我希望我的葉子呢 是比較黃綠色 所以呢 我們就利用刷子上面的綠色 加一點點黃色 那把葉子的形狀先點出來 春天的時候呢 葉子剛發芽 它的顏色呢 會比較黃綠色一點 我大概把樹葉加上去之後呢 我要在左側這邊呢 也做一點點樹葉的感覺 整個樹葉加好之後呢 我想要再加亮一點點的顏色 然後我用一點點白色 加一點點黃色 稍微點綴一些更淺的顏色 稍微點綴一些更淺的顏色 那我們的樹葉呢 就完成了 我們想要在虎的前方 做一個比較深的花圖的感覺 我們一樣呢 用的當然是藍色條綠色的深綠色 然後我們在下方這裡呢 輕輕的 這時候我不希望顏料用太多 我先把花圖的底色呢 先都點出來 打球肌呢 會留一個糊的感覺 然後我們再點這個花圖的感覺呢 上緣呢 留一些些高高低低的形狀 這條線不要做得太平 我們等一下會在這個花圖上面呢 我們等一下會在這個花圖上面呢 加一些些小花 所以我們現在只是做一個底色的感覺 花圖下方的地方 可以稍微加深一點點 點點一點 點點點這個花圖的感覺 嗯 顏色我們已經做好了 接下來我們再畫一個工具 我們用乾淨的小隻的平頭筆 那首先呢 我要點一些些白色的小花 那我用的是打底白 那我沾一点点白色的颜料 就很随意的呢 在这个花骨上面 我先点一些些白色的花 在点的时候呢 可以稍微高一点 超出我们原来点的范围 那有的时候呢 可以在花骨的下方 那随意的加一点 那我们在左边呢 也可以再加一点点白色的花 你想要它在什么样的颜色跟位置呢 其实都是可以任意调换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花一点点黄色的 我们花一点点黄色的颜料 那记得我们在点的时候呢 要随时换笔头的方向 让做出来的咸妆会比较自然一点 然后呢 我们加一点点粉红色的感觉 有一点点粉红色的话 也是很有朝气的 那记得如果笔脏掉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稍微把饼上的擦干净 擦干净之后呢 再继续沾干净的颜料呢 继续再重新点 那现在呢 我想要加更稳的颜色 可以加些些蓝色的感觉 我们先加一点点蓝色 在白色这边呢 也可以加一点点蓝色 有蓝白夹杂的感觉 然后呢 睡觉的位置呢 我想要加一点点紫色 这个颜色呢 然后就会再紫一点 它里面也可以带一点点紫色的感觉 为大家示范的这幅画作呢 就已经完成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本集的Painting Stage 油画教学频道 如果大家还喜欢我们今天做的示范 请大家继续follow我们的Painting Stage 油画教学频道 以及Facebook粉丝页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